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1号星期二 这个是一期会员真相视频 好不好 咱们在会员里说得了 得到一点小时候消息 据说什么 据有一条小伙伴跟我们探讨 说这个事 说美国现在不打算从台积电 把台积电炸了吗 炸了之后从台积电撤人 我原先我视频里说的时候 我说的是我说什么 我说我估计台积电怎么也得有一万多员工 我估计得有几千工程师 现在情况不是 台积电我跟你说 据小伙伴跟我说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小伙伴跟我说 台积电应该有两万工程师 就台上工程师有两万人 非常大的台积电 比我们想象要大的多的多 两万工程师 这里边美国要撤走的 美国现在希望能撤一万人走 但这不现实 这个不现实 但是美国要 如果美国现在就探讨这个事 美国现在内部 军方也在探讨这个事 如果要做这个事的话 必须要什么 要台湾人配合 台湾政府要配合 所以美国在跟台湾政府在谈这个问题 是吧 而且美国现在预计 美国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认为就是2027年要打 现在是2022年 他有五年的时间 他要做准备 在五年的做准备 做准备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等真打了之后 有人说还没关系 这跟台湾政府上有什么 不需要配合 真打了之后 美国趴车人走不就完了吗 对那天工程师还不想走吗 不是的 他是这么个问题 这个战争只要一开打 通常来讲啊 这人只要一开打的话 那么政府马上就应该做一个边境的一个戒严令 一个什么戒严令呢 通常都是这样 就是说18岁到65岁之间的男性是不可以离开国境的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不下这个戒严令呢 那都跑了跑还打个屁啊 对不对 那都没法打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样 乌克兰也是这样的 正常来讲 只要国家一宣战 那么就有一个这个法律法规就就就出现了 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里边从18岁到65岁的男性都有守土为国的责任 那么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台积电的两万工程师里边有多少女的多少男的啊 啊 百分之差不多九十九吧 都是男的 女的真的是不多啊 这因为女中也不太喜欢干这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百分之九十九都男的 然后这些男的年龄在哪儿呢 啊 百分之九十九或者百分之百都在18岁到65岁之间 你明白了吗 所以这些人只要一开战 按照兵役法来讲 是不可以的 国防有国防法 这是法律法规 按照法律法规是不可以走的 不是说你美国飞机来的一街 他们上飞机就可以滚蛋了 想那别想 这是不行 这是违法行为 你懂吗 所以这个来讲必须要台湾政府去配合 才可以 要给他们开绿灯 但问题在这儿的时候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不公平了 比如说我 假如说我在台湾 我在美养劳工作 他在台积电工作 对不对 我40 他35 打仗之前 投票 我投国民党 我让国民党去跟老共谈 不要打仗 打仗 他在台积电 他投民进党 让民进党去跟老共打仗 战争开打了 美国飞机来了 他上飞机他走了 我在 我捡起把条出来 是不是 公平吗 你觉得是公平吗 对不对 同样都是台湾人 我40他35 都是老爷们 凭什么 他去美国了 拿绿卡 转公民 我在这儿拿条去跟人拼命去 对不对 他问题在这儿就是不公平 就是说你到时候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同样是18岁到65岁的年轻男性 他能够在打仗的时候离开这个国家 不用保卫国家 我就要强行征兵 乌克兰最后强行征兵 去什么夜店去绑吧 去征兵去 征了一百万兵回来 台湾到时候怎么业力征个一两百万兵回来吧 台湾现在就号称有百万凶兵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他们跑了 我们打仗 对不对 你从法律上来讲也没办法 所以就是说你台湾政府必须要从现在开始 从法律上要去思考 怎么能够从法律上去配合美国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要把五千或者一万这工程师 我要把他带走 那这里面就 台湾政府没法跟你谈这东西 他没法谈 你明白吗 所以有小伙伴跟我说 说他们在谈 你们应该把它曝光出来 不让他们谈 谈这种事情 我觉得不用曝光 我觉得台湾政府肯定不会跟美国谈的 就算美国有这个想法 他也没法谈 这种事只要谈 只要是被曝光出来之后 就是丑闻 大丑闻 不当然了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还涉及到一个构想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凡是美国选中的这些人 那么从现在开始 可以让他们去美国 就是说工作或者去换房 就是换一下 就这几年来回换 然后美国尝试给予他们一些什么 就是说比如像什么 那种特殊人才 就是特别快的那种 特殊人才的那种入籍方式 据说要那种方式的话 可能几个月就可以拿绿卡 拿了绿卡之后 那就是耗时间了 只要他们过去 比如待半年 在台湾再干半年 然后再去美国再干半年 再来台湾干半年 一个也试用一下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做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也为移民做一个准备 让美国想办法给他们 就是说想要折 争取让他们在四年到五年之内 就能够入籍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去想办法的话 对不对 让他们入籍 入籍之后拿美国护照 拿了美国护照之后 在台湾工作 这就可以回来台湾工作 那么等到工作了之后 一旦打仗了之后 我美国我撤条 这你法律有同人去吧 我撤我美国人 我又没撤你台湾人 对不对 就是说再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人数也比较多 而且一旦开始做的话 这也是个大工程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什么 就是说对台阶电的其他工程师 就会引起不满 那有些工程师 他就明白了 对不对 他每年去美国工作半年 我没有去 那你什么意思 打了仗 他走了 我留下 是不是 然后你还得把我的单位给我炸了 把我公司给我炸了 我拿了条 我拿了条 你炸完了我拿了条 我扫地 我给你洗地 那顿布 是不是 你们这么搞 对吧 所以这个事 我 我不知道 反正小伙伴他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想这个事 我还是把它搁在胡言里来说得了 这个事拿出来说 真的是 他不好说也不好听 这种事真的不好说不好听 而且就是说一旦探讨这个事说明什么 是美国放弃台湾了 你明白吗 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说美国保不住了 台湾保不住了 我们把台阶电炸了 把我们要的人和东西带走 设备 我们能带走的社会带走 我们能带走工程师带走 然后台湾这里边有价值东西 我把它全部炸掉之后就完了 这地方我就丢弃掉了 就跟喝完的一大罐一样 就扔掉了 我不要你拿走 你拿走我玩去吧 我不管了 你懂吗 所以这种东西 真的是 反正据说 据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台阶段股价都跌了 股价大跌 所以小伙伴说 你们应该说一说 曝光他们 不让他们就是说干这种确凸事 我想想我也不到太敢的 我还是算了吧 我得过在会员里吧 大家去思考一下 反正 这的确 这里边是有一个法律的困境的 事实是如此 你明白吗 因为你台阶电的工程师 你绝大部分都是18岁到65岁的男性 一打仗之后 他光发一出来之后 你哪个都不能离境 都我在那儿跟我们保卫祖国 对不对 你哪能走 对不对 但是 咱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太英文政府 但是太英文 他跟美国的关系真的比较好 而且对美国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我不知道他最后 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 能不能达成某种共识 给这些人的一个通道 一个渠道 哎 或者呢 一个合法的一个路径 能让他们呢 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呢 能够合理合法的呃 离开台湾 但是你有想过一点吗 就算是啊 把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谈妥了 谈妥了 对不对 给了这些人一个一个通道 或者一个合法的一种一种非常怪异的一个身份吧 不管什么身份 或者就直接让他们加入美国国籍 对不对 别让美国人啊 可以走 你有没有想过 你置这些人于何地呢 打仗啊 我的小艾同学 我的初生同学 我的高中同学 都拿着调手在跟老共拼命 然后这个时候我拍拍屁股我走了 我当逃兵了 我怎么面对我的同学 我怎么面对我的朋友 我怎么面对我的家庭父老 对不对 打起来了 我一个老爷们 我没有拿枪上去打 我跑了 我跑美国了 我颠了 对不对 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欢呼雀跃啊 有可能有他有高兴的 对不对 但是也有这种无地自容的 也有这个不满的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人的感受 是吧 所以呢 我希望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呢 还是就是说 我觉得啊 既然要干 干到底 美国就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我绝不炸台积电 我一个人也不带走 我都留在那儿 老共就进不来 我给你压拼了 over my dead body 知道吧 我美国大军给你拼了 打到最后美国 只有一兵一卒 我也不让你弄台湾 到最后你把台湾占了 那如果美国 我士兵都死光了 对不对 那我没办法 那我也甭炸了 我也不要了 我都死绝了 就跟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现在不是什么 我要占到最后一个人 亡国灭种 我要给你拼了 对对 你要有这气魄才行 你不能还没打了 你现在想什么 你现在想到时候我怎么把台湾炸了 我带人走 你丢人不丢人 对不对 你舍然想气势上 你就输了 对不对 这样人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台湾人怎么想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这美国人就是要跑路 这是要跑路 这能指望能上 对不对 所以 我不知道蔡英文听了之后 怎会敢想 我要是蔡英文 我就觉得美国来跟我商量这个 你就不想管我了 你就想跑路了 对不对 你那跟我商量怎么跑 怎么跑得快 对不对 你说蔡英文怎么办 蔡英文肯定跟美国说 你看能不能给我 我也跑过一块接走 我来 我让美国组建一个流亡政府 是不是 你能不能给我个建筑物 每年给我拨点经费什么的 让我在美国组织政府 我也需要经费 对不对 那你们商量 商量什么 你们到底在商量什么 是不是 你们有考虑过 你们商量这些东西说 台湾人自何敢想 是不是 好吧 那这么丢人的事 我们就还是搁在会员里 就别搁到非会员去了 真的太难堪了 商量这种事 你们在背后商量这种事 它就是难堪 怎么想怎么丢人 你知道吗 真的这都是丑闻 真的都是丑闻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